随著螃蟹技越來越接近 位在石門區的腹肌魚市 來尋找新鮮海產的掏客也越來越多 不過日前在網路上卻有民眾投訴 在魚市向攤商買了一斤兩百元的蝦子 結果回到家裡秤卻只剩下433克 扫掉的那167克 讓這名網友質疑被偷金減量了 不過實際來到了腹肌魚市 許多攤販都表示現在為客人抓海產的時候 都會先把海水瀝乾 才放到統一使用的袋子裡頭 民眾若是不放心 在魚市的現場還有設置公平秤 讓消費者安心 像我們這邊我們袋子都是用統一的 而且我們在裝東西之前 我們都會把水瀝乾 因為你活的東西一定多少會有一點誤差 因為像有客人不知道 那個電子秤公金台金 如果說沒有按好的話就會搞分 那起來就是會差很多 我們這邊是以台金 其實是一些客人的誤解 因為它的總重量它是上面顯示是公斤 我們一般在秤的話都是用台金 台金是只有16兩 公斤是一斤又10兩 總共是26兩 所以超人秤下去的時候一定會有誤差 只要是我們的兩數都是16兩逐秤的 後面的公平秤你們在使用的話 你要稍微看重量一下是公斤的顯示 還是台金的顯示 這樣就不會造成大家的誤會 攤販表示在魚市裡頭海鮮都是以台金計價 而部分有些海產生物因為體積較大的關係 有可能會含些許的海水在體內 而這些誤差值都不會超過太多 而有些民眾在使用公平秤的時候 往往都會將公斤與台金操作錯誤 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好 然後它要這樣子 它現在是公斤的單位 然後要先按一個計價單位 這一個按鍵 然後按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公斤的那個單位 它就會變過去 然後再按一個數 按金額的數字 好 來 這是五百多塊 五百零三塊 所以是正常的 不會現在好像比較公平 對 比較好 不會答應 對 現在比較安心 以前在那邊好像就有差一點 這現在做事還合理 對 可以 有客表示對於目前魚市的商家 並不會感到不誠實 直說這個價錢都還算合理 而富肌魚市在多年前 因為偷金減兩 造成生意遺落千丈 而這次新北市政府 也特別打造了新魚市 在現場也擺放了三個公平秤 就是要讓消費者能夠買得安心 記者許斷藝 時門 採訪報導